好的 十字路口 白色轎車停得好好的 突然車上的乘客走了下去 敲了他的車門 這時駕駛也下車的問他 什麼事情 想要幹嘛 結果這名身材壯錯男子走過去 二話不說 就是拳頭招呼 這話來 不只打人還把他踢回車上 並且出腳猛踹 接著乾脆直接坐到車子裡面 動手了 而這時車上還有兩名乘客 也下去助陣 我先把門關起來 我先把門關起來 更誇張的是在車上募集了 其他同夥還有說有笑的 最後這一名壯碩的男子 也又不斷的朝這個車上的駕駛 打了好一陣子 將近一分鐘後 他們才信信然的上車 並且了撂下狠話離開現場 怎麼不這樣 怎麼不這樣 不好意思 怎麼不這樣 光天化日之下到底為什麼要打人呢 結果把行車畫面還原 原來只是因為這輛白色轎車 在前一個入口超車 經過車上的乘客 他們搭乘的是Uber 居然就叫司機說 停好 他們要下去揍人 而其他人還把他當成是玩笑一樣 那麼台中市警方表示 目前已經有掌握嫌犯身分了 只不過是因為超車 就被攔下來揍了將近一分鐘 也讓網友不禁要問 台中市有禁止超車嗎 這樣子以後誰敢在路上開車 那麼以上在台中市現場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換給台北方內